今天过来维修一台美迪的大三皮空调 这个空调用户说犯神经病 一会儿只冷,一会儿只热来回切换 而且关了以后,空调就自动打开了 所以没办法,用户只好把空调的电源拔了下来 根据用户的描述,我怀疑是控制板按键的问题 所以二话不说,直接开拆 先把空调的上盖拆开 然后再拆掉空置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置板上有六个按键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更换掉 根据用户的描述,可能是模式选择的按钮出现了问题 但是为了稳妥期间,还是全部换掉,比较耐用 正好我拿了一盒小配件,里边有这种按键 其实这种小按键用途特别多 在电磁炉上用的也不少 材料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更换 先把电落铁拿出来进行预热 然后把控制板整个拆出来 其实如果长期不用按键 也可以把按键全部拆掉 只用遥控 那样就永久解决了这种问题 但是用户喜欢用按键进行操作 所以咱们还是把它全部换掉 拆起按键也是比较简单的 用电落铁和吸吸器直接就可以拆掉 拆完以后,直接换上六个新的开关就可以了 按键换好以后,先不要着急装机 先通商店测试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组装起来 要不装上以后,如果还有问题,还需要重新拆 现在通商店进行测试 按键每个都好用,完全没有问题 工作10分钟左右也没有出现乱跳的故障 这说明原来的问题就是按键损坏了 测试完每个按键都好用 咱们把空调重新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装好以后再次试机 空调仍然没有问题 而且制冷效果特别好 这样这台一会儿制冷一会儿制热的空调就维修完毕了 大家觉得这么维修一下,收用户多少钱合适呢? 反正我收了用户200,你们不会觉得我黑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